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圈拥有五千多位热心市民 文明汕头我们共同守护 汕头是城市文明志愿宣传活动举行 开展文明行为教育引导 宁心俱力共筑文明之城 或是将古术保护融入孩子成长教育中 好将去开展古荣树下的课堂 让幼小的心灵种下文明的种子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6月6号星期四 农历五月初一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今天上午 市长曾峰宝带队深入考点 实地检查我是普通高考考前准备工作 强调 各级各部门各考点 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 按照省市工作要求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用心用情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 全力确保我是实现平安高考 暖心高考目标 曾峰宝一行先后来到汕头金南实验学校 达好华侨中学 实地检查考点安检门 保密室 考务室等重点部位 详细了解考前各项准备工作 特别是考场设置 试卷保密 监控系统 服务保障等情况 与在考场职守的考务人员交流 他强调 学校及有关部门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对全流程各环节再检查再细化 及时查漏补缺 把各项工作做得更细 更实 更到位 确保万无一失 曾峰宝指出 高考宽乎 深深学子 千栋 千家万户 全社会高度重视 要压紧压实责任 扎实细致做好考误组织工作 严格规范操作规程 确保考试平稳顺畅进行 要严肃考风考季 严格执行考场纪律 监考纪律 保密纪律 严厉打击舞弊行为 切实维护考试 公平公正 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 抓好交通出行 食品安全 医疗卫生 供电供水等方面综合保障 及时做好并完善 应对异常天气等突发情况应急预案 全力为考生 营造安全 暖心 舒适的高考环境 确保考生 平安复考 要加强学生心理疏导 和人们关怀 引导考生 放松心态 从容应考 发挥最佳水平 市领导王雪竹 参加活动 6月4号到5号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领导班子党级学习教育读书班 同时套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集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向天保 主持读书班集体研讨 并做总结讲话 会议强调 市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 要把拥护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到抓实抓严 党纪学习教育的具体行动中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领会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主旨要义 且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 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 增强学习自觉 述劳规矩意识 学计 知计 明计 守计 学出忠诚 学出操守 学出担当 会议强调 要提升学习实校 通过党纪学习教育改进工作作风 促进履职担当 后职为民情怀 真正把党纪学习教育实际成效 转化为严明纪律抓落时 服务大局促工作的实际成果 以党纪学习教育成效 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上 是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马翔 陈伟波 党组成员 秘书长卢碧辉 分别做学习交流发言 副主任刘辉 列席会议 6月2号至4号 光明日报社五周传播中心一行 来善开展乔皮文化采风活动 围绕乔皮文化传承与发展 了解潮汕传统文化 探寻乔皮文化背后的动人故事 此次采风团一行立善 是为筹拍乔皮主题的影视作品 收集历史材料 挖掘创作灵感 讲述老一辈侨胞 与国运家运紧密相连的故事 结合时代印记与文化特点 体现乔皮与批局背后蕴含的 诚信故事 红色故事 家国情怀故事 采风团一行 先后在市开布文化陈列馆 乔皮文物馆 小公园开布区 谢益初中学 彭沙书院 张临永定楼 乔皮展馆 陈伺红故居 明德家属等地采风 并与我是乔皮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座谈 就乔皮文化保护传承 过番的历史意义 和乔皮背后感人的华侨故事 家国情怀故事 进行交流探讨 深入挖掘潮汕文化 乔皮文化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 潮汕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乔皮背后体现的中华民族 讲诚信 爱国爱乡爱家的情怀 给采风团留下深刻且美好的印象 采风团一行表示 要重视乔皮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推动乔皮文化创新性发展 依托汕头资源禀赋 打造特色品牌 不断提高乔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吸引更多人前来体验潮汕文化 指导协调和办理环境信访投诉案件 共3.8万宗 帮助群众解决生态环境极难筹判问题 维护群众和企业合法环境权益 守护美丽家园 近日 李海斌被评为 2023年全国最美基层环保人 李海斌的故事 还登上昨晚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走遍中国 卫美守护专栏节目 5月的一天 李海斌第三次来到 豪江区河浦街道养殖户陈先生家中 对陈先生去年9月反映的 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回访 此前 陈先生的养殖场 因附近工地施工受到污染 影响生产 对我们这个养殖户 这个污染问题 这个环境问题非常关心 我们去年呢 进行对我们这个防保期 理科进行反应这个问题 报1345这个电话 进行找到了他 我们这个污染问题 他也正确处理 处理得比较满意 2019年主持投诉举报科工作以来 李海斌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办理 全市生态环境信访投诉案件 推动建立集接集访 集处集赋机制 他每天坚持待案下访 直奔市民投诉地点 排查问题原因 督导整改 2021年 李海斌接到中心城区某住宅小区群众投诉 称小区对面有一家企业排除工业废弃 影响生活 他马上前往现场调除 一头是群众的合理诉求 一头是企业的合法权益 两头都必须维护好 李海斌一边做好群众工作 一边指导企业升级置物设施 提升环保水平 解决废弃排放问题让群众满意 也让企业受益 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熟 详细的跟附近的居民说清楚整个缘由 针对我们是进行了整体的一个帮扶培训的管理工作 是直接深入到我们企业 做好我们企业与居民之间 就投诉人之间的一个桥梁 而且作为我个人来说 是真的是学习了很多 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些知识 是本着初心来提升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 提升他的置物能力 减少他的在环境管理的负担 能够让企业放开手脚 全身心的投入到生产基因工作过去 几年间 李海斌把全市67个街道镇全跑遍 他认真倾听群众诉求 主动联系挖掘违法线索 依靠群众力量 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李海斌的工作QQ和微信 已添加5000多位热心市民 他们为李海斌提供环境违法行为线索 约700件 构建起执法工作新机制 全市生态环境信访投诉工作取得质的飞跃 经李海斌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办理的 环境信访投诉案件 共3.8万宗 在日常工程中 老百姓给我们送这个信访线线 是一些送上门的金矿 我们会珍惜和按护好 我们身边的老百姓 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与材料 通过甄别分析 确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环境权益 然后对于举报的线索 我们也亦以那个甄别以后 对举报点进行帮扶指导 确保取业污染室是正常稳定的达标 让我们汕头的老百姓能有一个美好的 南天白云碧海 拥抱我们美丽的上头 5号下午 我是组织收看收听广东省2024年630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省会议结束后 我是继续召开会议 就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 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市领导赵志涛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 全力以赴推动我市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开展 要突出帮扶重点落实帮扶项目 今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主题是 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捐赠资金或项目 重点要用于支持全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等工作中 力争630活动实现提质增效 630活动是省委省政府持续做好 全省社会帮扶工作的重要部署 市我是推动社会力量参与 百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重要平台 全市各地各部门要重返挖掘 全市社会帮扶的潜力 迅速推动部署 扎实推进全市城乡区域高质量发展 今天上午市委宣传部 市委社会工作部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市文明办市普法办 汕头荣媒集团 在汕头广播电视中心 联合举办2024年 汕头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之 文明汕头我们共同守护 汕头市城市文明志愿宣传活动 以汕头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为宣传教育载体 通过文明宣传文明培育文明实践等方式 广泛开展文明行为教育引导 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让全市人民宁心俱力 共筑文明之城 汕头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自2020年9月15号起实行 为我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利的法治保障 活动中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家 阐述了条例出台背景和相关内容 帮助大家更好了解条例制定实施的有关情况和重要意义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分享安全文明出行知识 近平区光华街道社工站的社区工作者 则分享基层群众文明素质不断提升的生动故事 文明宣传志愿者宣读文明路上感谢有您倡议书 动员广大市民朋友共同遵守条例 携手建设更加文明和谐美好的家园 最后活动为各区县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授齐 前面启动城市文明志愿宣传活动 下来市文明办将通过宣传普及 实践养成等多种方式发挥好文明行为条例 在规范教育引导方面的积极作用 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文明素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让汕头在广迎宾客的同时 更好地展现我们城市文明和谐的魅力 广泛开展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等交通安全宣传 期境活动及文明交通行为教育引导 让交通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努力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主场活动结束后 我是各区县分别组织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 深入各社区村居和文明实践阵地 开展户外及入户宣传 向广大群众宣传条例内容 倡导文明行为 宣组不文明行为 营造全民参与共享文明的良好氛围 在日常生活中 自觉地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礼仪 积极参加汕头式的文明建设 共同推动城市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们将围绕条例 广泛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 鼓励广大群众从自身做起 从身边小事做起 讲文明 书兴风 自觉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绿色是不可或缺的生态底色 我是将古树保护融入孩子成长教育中 让古树生生不息润泽万物 守护一方水土 昨天 豪江区雷口社区将课堂设置在古树树下 让孩子们深刻地感受到古树保护的意义 深化了对古树的情感 在古树树下 雷口小学的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 歌颂这位三百多年的守护神 这棵古树是清乾隆末年 由雷口村创乡者栽种 几百年来一直守护着一代代村民 在社区像这样的古树还有三棵 在古树树树荫下 文明播种人陈才德向孩子们讲述 古树与古村不可割舍的情感联系 在榕树下的课堂中 陈才德告诉孩子们 潮汕人对榕树情有独钟 因为榕树根系发达 象征多子多福 而且榕字潮汕化与成字谐音 寄托事业有成的美好祝福 树荫之下凉风洗洗 孩子们侧耳聆听 一颗颗文明种子在他们心中发芽 我学到了古树保护 我们大家要人人参与 我以后要尽我的能力 一起来保护环境 让我们的城市更绿更宜居 我以后要尽我的能力多种树 多保护我们珍贵的古树 对这个古树明目的保护 让下一代知道古树的历史意见 经济价值 让他们更好地去爱护这些树木 继续传承下去 今年6月9号是第17个国际档案日 6号上午市委办公室市档案局市档案馆 联合市教育局在托普中心学校举行 祝梦现代化奋斗蓝台人 桥批档案金校园系列活动 以桥批档案为媒介 通过向学校赠送桥批系列丛书 组织参观展览 以及开设桥批讲座等形式 面向广大师生 特别是青少年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诚信教育 弘扬华侨精神 感受桥批文化的魅力 后执 家国情怀 讲好桥的故事 传承华侨文化 做好桥的文章 这些桥批的作品 它虽然简短 但是呢 我能体会到的是 它蕴含着华侨 它对于它的家人 它的故乡的这种深厚的情谊 我学到了关于桥批的许多知识 感受到了华侨文化的魅力 桥批纸短 家国情长 增强学校师生的答案意识 加强桥批文化的宣传教育 引导学生弘扬求批中 爱国爱乡的家国情维的 和良好的家旧家风 弘扬世会正气 近年来 我是桥批档案 在征集保护 利用开发等方面 取得显著发展 桥批档案管藏量超过9万丰 居全国首位 桥批文物馆先后获评 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广东省家风家教实践基地 成为社会各界来善打卡点 今天是第29个全国爱眼日 6号上午 市卫健局精品区科学 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在金沙公园举办 66全国爱眼日 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岭南明医面对面大型艺人活动 12位岭南明医 与眼科中心志愿服务团队 赠衣赠药 为市民免费建档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各位观众再会 지역 jo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雪旺 教肴无线资讯 教育无线资讯 impact